哈喽 大家好 我们又来新疆了 从我身后的建筑和景区可以看到 这也是图鲁番的葡萄沟 这一次来新疆 我们是对于别克E5的能耗再次进行一下测试 几个月之前我们在海南岛 已经对E5的能耗进行一次测试了 那是一个海岛的气候 同时我们还遇到了大雨 那么今天我们的线路是从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 一路开到了图鲁番盆地的葡萄沟 那么在这段路上 我们会遇到更为丰富的这种路况 比如说今天早晨 我们遇到了乌鲁木齐市中心的早高峰 非常拥堵状态 那么同时连货高速宽敞的路况 以及穿越隔壁这种高温的状态下 我们今天上午基本上也全部都经历了 今天我们在整个路况中 这台车的能耗显示最低达到了10.8千瓦时 但是整体是在一个13千瓦时水平上下 其实除了路况之外 整个气候今天的变化也非常大 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的时候 今天有些阴雨 而且空气非常冷 当时表显的是16摄氏度 那么现在图鲁番葡萄沟41度 整个行程 我们对于车辆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速度的限制 完全按照80100和120连货高速上面限速来行驶的 车内的空调 我们设置了24度自动的模式下 所以整个空调的工作也是要自动来完成的 对于它的续航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么明天我们从这里返回乌鲁木齐 最后我们来取一个中间值来供大家参考 昨天我们的能耗测试是从乌鲁木齐开到的吐鲁番 那么我们今天将返程返回到乌鲁木齐 不过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测试的伙伴 昨天是别克的E5 今天我们换成了E4 那么两台车其实在平台上面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基于通用的奥特能的电动平台 只不过E4在外形设计和内饰上 包括产品定位上跟E5略有不同 我们其实从外形就看得出来 别克的E4整体造型是一种四门的苦配的造型 那么在整个大的语言设计上 其实跟E5是出于同一套的设计以言 作为一个苦配的电动车型 其实在细节上还有所不同的 首先车身的高度 包括弓形的车顶 以及车头部分的高度都有所下降 它更倾向于公路的驾驶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托克逊的 丹霞地貌景区里面 对于丹霞地貌这种相对简单的复杂地形 它的通过性能和驾驶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启程 开始今天的能耗测试返回乌鲁木齐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台车的能耗 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现在是在吐鲁番回乌鲁木齐的路上 现在已经通过了小走湖的安全检查站 那么这一段路一直是在天山山脉的峡谷里边穿梭 在很长的这种直线状态下 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条路是在微微地往天山的扇们去爬 那么今天我们在山谷里的风也是非常大 现在我们在车里边就可以一息地听到非常强的这种侧风的声音 这个其实并不是说车辆的隔音有问题 是这个风速已经达到了一个8级到9级水平 我们就来握紧方向盘车上 才能够保持一个很稳定的行驶状态 那么我们昨天是驾驶的E5甄选的长续航版本 那么今天我们驾驶的是E4的GS的版本 两台车都是基于奥特能的电动底盘 那么这条电动底盘的电池的容量达到了68.4千瓦时 今天我们现在经历过的路况 已经遇到了大顶峰的状态 另外我们今天还涉及到了一些轻度越野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的能耗目前是显示在了一个18.7到18.8的状态 这个数字看上去跟昨天相比确实增加了不少 但是我们横向来看 日常使用的纯电动车的能耗 基本上也是控制在一个17到19之间 所以我们今天还经历了大风 包括轻度越野现在是一个18左右的状态 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据 我简单说一下两台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吧 因为从最近几个月的销量可以看出来 一四一五的整体销量都在8000台以上的一个数据 这也其实让大家还是很惊喜和意外的 感觉好像新生力在各自厮杀 然后别克在温生的大卖车 其实它能够有这样的销量是有它特点的 首先我们先说一五 一五的乘坐的空间 包括车内静密性以及底盘的舒适程度 是完全按照中国消费者喜好这种偏轻度的柔软 那么非常宽敞的头部空间 以及保持着一定的驾驶姿态的这么一个调校状态 如果你只开一五的话 你会觉得这台车非常舒服 但是我们两天开了两台车 有了一个非常鲜平对比 就是今天一四 这台车跟一五真的完全不一样 整个悬架的调校相对扎实 方向盘的阻尼也比一五要重了很多 而且整个车的重心和灵活的这种横向驾驶的姿态 也比一五更加偏向于运动的调校 所以说两台车虽然型号只差一个型号 造型上这是一个股费的车型 那些标准SUV 但是在驾驶的感受上 两台车还是有着鲜明的性格的 全家使用的环境的话 那么一五是一不错的选择 如果说这台车是你在市区代步 是你自己驾驶的话 我更推荐的是一四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乌鲁木齐 我们完成了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的一个高温环境下的续航里程以及电耗的测试 去程它当时做出最优秀的一个成绩是10.8千瓦时 那么综合下来的话 其实是控制在了13千瓦时左右 那么今天早上起来 我们从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 在整个过程中 整它的能耗是控制在了一个18.8上下的这么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综合来看 两段行程 它的一个综合电耗应该是在14千瓦时到15千瓦时 这个成绩其实对于一台纯电动汽车来说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 包括极大的温差的状态下 这个数据已经非常优秀了 那这一次别克1415的长续航版本 也是在电池包上进行的优化 从之前的68.4千瓦时 变成现在79.7千瓦时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也能做到620公里 所以我们这一趟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往返的行程 补卧一次电之后 现在的续航里程还保持一个很优秀的成绩 这一次在新疆也进行了高温干燥以及大风的状态 我们进行回程的时候 完全是顶着大风回来的 所以它的综合的一个电耗14到15千瓦时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